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里 一群有志成为新闻记者的青少年正在模拟现场辨识新闻广播 他们学习在保障媒体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指导下 如何进行新闻报道 可是美国司法部秘密获取美联社记者和编辑两个月的电话通话记录仪式 令媒体自由遭受打击 这些未来的记者批评美国政府的行动 为了这一切的自由我们取得的这些进展 而这就像是向后倒退了一步 这是错误的 因为记者们需要保持通话的私密性 这真是一个挑战 政府的行动侵害了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获得保障的权利 这令人担忧 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多久 美联社是世界上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机构之一 一多半的地球人收看美联社的新闻报道 美联社记者曾经写了一篇有关中情局 在野门粉碎一起基地组织炸弹阴谋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到底是谁向美联社泄露了有关情报 尽管媒体自由被打了折扣 但是奥巴马总统说 很难平衡媒体自由 以国家安全 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机密被泄露将会置人们于危险境地 我盼望战地的那些男女军人会因为泄露而身处危境 美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伊萨克森支持奥巴马的立场 我们永远也不希望像2001年911事件时那样变得容易受到攻击 我们愿意保障宪法赋予美国人民的隐私权和自由权利 有时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但我们这样行事至关重要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创新正在改变记者的工作方式 可是不论新闻信息收集的途径有什么变化 有一条保持不变 那就是记者首先需要保护消息来源的隐匿权